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还是去专科医院检查以后 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面用药 避免出现其他一些想不到的情况 孕妇以前有痔疮的情况 就是以前就有痔疮的情况 在怀孕以后 我们一般建议在饮食方面 多吃软食 不要太过于油腻 滋补的饮食 生活方面 也要注意 不要太过于久坐 尤其是孕妇认为自己怀孕了以后 她就是活动比较少 还是可以建议少量的 适当的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